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 嗨个网上商城 上去之后呢,我们通过查询 将所有的商品呢 查询到了一个表格里边 并且呢,带出来了商品的类别名称 那么本之后呢 我们接着这个查询的功能来介绍 在这个页面上部呢 带有条件查询 我们该如何去做 这个条件查询呢 在开发里边使用的非常的多 特别呢,是在一些企业管理系统的后台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有大量的条件 由用户呢,选择或者填入 让它进行筛选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我现在这里带了条件的话 我又如何能够将 这些符合条件的记录查出来 因为这个条件呢,可能很多 虽然我这个地方呢 只准备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分类,一个是商品名称 这个分类呢,当然我们需要选择 而商品名称呢,我们是输入的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界面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选择分类呢 应该在下拉框里面出现现有的三个分类 包括手机,数码相机和笔记本 而商品名称呢,我们希望能够支持 模糊查找 那么用户呢,在选择这两个输入条件的时候呢 是可以任意的设置 比如说,我可以只按照分类来查 我也可以呢,只按照商品名称来查 或者呢,我按照这两个条件一起来查 也有可能,我根本就不按他们任何一个条件来查 那么这里就有四种情况了 那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下思维的话 假如后边我们还有第三个筛选条件 比如说,对于销售价 我来一个范围 比如说,从哪一个价格开始到哪一个价格 那么这儿呢,又有两个输入框 那么这个查询条件越多呢 这种条件的组合呢,就越多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 在后台,我们如何串这个SQL语句后边的 VL字句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需要充分利用 MyBuddy's帮我们提供的动态SQL 好,那我们呢,首先从界面的设计开始 界面上呢,我们需要首先在这个地方 出现所有的类别供用户选择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数据呢,如何显示出来 由于我是点击了goose list 在一个URL呢,进入到了goose action 在goose action里边呢,有一个list方法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list方法执行的时候呢 将所有的category查询出来 然后返回到界面呢,就可以了 而这个事情呢,我们之前呢 在增加商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 所以我只需要将这一句话呢 copy下来就行了 好,那么stress里边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类别数据的查询 而回到页面 我们检查一下 这里呢,save for each items,categories 也没有问题 option里边的值呢 一个是类别的ID 一个是类别的名称 类别的ID呢 是为了能够传这个值到后台 而类别的名称呢 是为了能够比较方便的显示出来 好,我们呢 先来测试这个功能是不是对的 仅仅只是加了一句话就可以了 好,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存在的类别 这是界面上呢 我们这个下拉框的处置值 已经呢显示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就需要改进DNU里边的方法 上次课呢 我们在点击商品列表的时候呢 是传了一个固执list UIL呢 到action里边 所以呢 它直接找到了action里边的list的方法 但是现在呢 我需要从这个按钮上面点击一下 将查询条件呢 传给list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这个list呢 需要改进一下 同时呢 对于DNU的方法呢 我们也需要改进 好,我们呢 来进行 代码功能的增强 我们首先回到goesDNU 这个方法呢 很显然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它仅仅呢 是查询所有的商品 而不带任何条件 如果说我现在需要带条件的话呢 我呢 把这个方法改一下 我们通过一个实体 固执呢 来封装查询条件 这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页面上呢 传过来的条件 一个是类别的ID 一个是商品的名称 这两个值呢 我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固执实体呢 封装起来的 好,这是第一个改进 对于呢 getgoes的方法呢 我们多了一个参数 第二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充分利用 mybody's的动态SQL 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该如何行 首先原来 我们不在任何条件的查询呢 这句话可以不用去改 两张表的关联查询 主外件需要对上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关键是 在后边呢 我们还要继续增加新的条件 这个条件 如果我写全了 那当然就是呢 categoryID 等于这个值 n的商品名 等于书的值 但是我刚才提到过呢 这两个条件 又可以任意的选择 任意的填入 它的排列组合数呢 是4 那我们肯定不能写4个方法 所以呢 对于这个地方的条件呢 我们要通过一种动态的方式来产生 也就是这里出现的应该是一个动态SQL 而MyBuddy 对于这一个动态的SQL呢 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 如何实现 我们的使用 EF Test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如果成立的话呢 我就在 后边来加上一个 And 这是一个基本的结构 因为有两个条件 所以呢 应该会有两个EF标签 那我们看这里该怎么填 我们首先呢 判断一下 如果 类别的ID呢 不为空 我们就把类别呢 串在后边 作为参与条件 那我们就这么写 固子里边呢 我们之前是保留了一个 Category ID的 但是在我们映射结果的时候呢 并没有保留这个列 这里呢 大家可以呢 选择任意一种方式 都是显得通的 比如说 我现在呢 使用 固子里边的 Category ID 如果它不等于 空 我写的比较保险 而且呢 Category ID 不等于 如果Category ID呢 不为空 那我们呢 就把它呢 加在 条件后边 等于 这边呢 我们由于使用的是一个 固子作为参数 那我们当然还得补充一个参数的类型 这是第一个条件 如果用户传入了类别的ID 那换句话来说 如果用户呢 在页面上选择了类别 那我们点击筛选的时候呢 Category ID就会串上 这句话 如果用户没有选的话呢 我们呢 就不用串这句话 这是比较合理的 好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类似的 如果用户呢 输入了商品的名字 那么 那么我呢 也是做一个判断 名称不为空 接着 我就来一个基点 内幕 等于 锦号 内幕 那假如我用一个等号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查询 而之前呢 我提到过 这个地方 我是想实现一个 模糊查找 那么在Mobadis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标签 我们可以 来实现模糊查找 我们使用一个 Bide 这里内幕呢 当然就是我们要用的内幕 值呢 就是百分号 把这个内幕呢 加在中间 然后后边这个等号呢 我们就改成一个 like 好 有了这一个Bide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模糊查找 当你使用 锦号内幕的时候呢 它会转换成 前面一个摆放号 后面一个摆放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模糊查找 好 这是关于动态 水口呢 在我们这个场景下边的一个具体使用 那现在呢 既然我的D.O呢 写好了 Surface呢 相应的也要做一些改变 这边呢 都加一个参数 好 然后呢 回到Action Action里边呢 我们当然也要加一个参数 固子 这个固子呢 之前我们呢 应该使用了一个私有的属性 我们正好呢 拿它来做我们封装 查询数据的一个实体 好 那么后台呢 我们加入代码呢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再回到页面 我们来检查一下 对于这一个查询的表单 Action等于固子list 没有问题 这个下拉框呢 我们得使用固子点 CategoryID 上面名称呢 使用固子点内部 没问题 好 通过这一段检查呢 我们就基本上能够确保 页面上的参数呢 会传入到Action里边的固子里头 如果能够到固子里边呢 那我们这个条件呢 就传过去了 而到了MyBadis里边呢 它会做一些相应的 这个属性值的判断 如果是非空的 它就作为条件给串起来 好 那我们呢 先部署一下 回到页面 我们先从商品列表这个菜单 开始 好 我点击一下呢 数据呢 现在是不在任何条件的 所以呢 全部的数据都应该显示在这个页面 如果我们看一下后台的SQL语句呢 也能加持一下理解 这里 select 主要是看后边条件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到了主外键箱的 就结束了 那说明呢 刚才我们串的两个 比较条件呢 都没有跟在后边 总共的 结果呢 是十条 这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呢 我来选择一个 比如说 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 结果呢 肯定也是对的 大家呢 再来看 这个select 你就会发现了 多了一个 g.categoryid 等于问号 因为现在呢 我选择了一个商品类别 那么对于这个动态SQL呢 它就会串上一个新的 比较条件 结果是三条 然后呢 我再输入一个商品名称 比如说输入一个三 这个地方呢 模糊查找 出了一点小问题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在绑定的时候呢 这个百分号附近 我们回来检查一下 就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好 这个地方呢 应该呢 还有一个单引号 好 我们重新呢 来测试一下 刷新一下 这里呢 带有三档 这些商品名称呢 就出来了 我们任任来看 这个语句 大家可以看到 这儿呢 多出了一个 and g.name 耐克问号 而对于参数呢 是百分号 三百分号 总共呢 插出了两条记录 那如果我们呢 这儿呢 两个都选中 只有一条记录 我们也可以看到 动态sicle呢 也创行 好 这是我们通过 mybuddy的动态sicle呢 来解决这样一个 条件查询 不过呢 我们这个界面上 还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之前呢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选择一个 条件 或者呢 输入一个商品名称 条件的话呢 我们点击三选呢 结果是对的 但是呢 之前这个条件呢 并没有保存 这个呢 设计并不是很友好 那么我呢 想改进一下这个地方 当我选择一个条件 当我选择一个类别 或者呢 输入一个商品名的时候呢 点击三选之后 这两个条件 应该还是保留的 这个呢 也是我们后边 做分页的一个基础 好 我们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由于呢 我们查询的时候呢 查询条件 是通过固执呢 传到了 Action里边 所以呢 它回到页面之后啊 这个固执里边的数据 我们是非常容易呢 给显示在界面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value 我们直接使用了 固执点内幕 这样的话呢 刚才输入的数据呢 传到了Action里边的 固执属性里面 这个地方输入的上面名称呢 传给了Action里边的固执 然后呢 又带回到了查询页面呢 显示到了 输入框上面 而对于这个下拉框呢 我们得使用一个脚本 而对于这个下拉框呢 我们使用一个脚本来控制它的默认选项呢 非常的合适 我们来看 我们先使用呢 这句话 将GQuery引入 接着呢 我们使用GQuery的风格 我们只需要呢 使用这样一句话 这里呢 我们得到下拉框 接着使用VAL 这一个函数 将值呢 设置为 固执点 CategoryID 刚才我们怎么传过去的呢 或者这个页面 就能怎么样给它取回来 再我们来看一下下拉框的ID 加一个 好 通过这两句话呢 好 通过这一句脚本呢 我们就能够将下拉框的默认值呢 选中 再选择一个 大家可以看 这样呢 就保留了查询的条件 这样感觉呢 就比较的合适了 如果我什么都不选呢 所有的数据都应该出来 好 我呢 再测一下 看这两个条件 是不是都能够保留起来 没有问题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保留条件的效果呢 我们下一次课 来讲到分页呢 就比较好实现了 好 本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